不论你有没有去过韩国,都会听过春村炒鸡扒 春村距离首二次带2个小时的地铁车程 是较远一点点的地方,但绝对不是乡家,是市中心 这个菜的材料很简单,有鸡扒,椰菜,干葱,蒜头和芝士 如何煮呢?我们现在开始了 首先加少许油,最好是芝麻油,比较香些 加些干葱和蒜片炒一炒,炒香它先 再加些鸡扒,鸡扒用山葱和少许酒 然后准备加些椰菜 预备酱料,酱料方面有麻酱,生抽和辣鸡酱 想辣点是可以多些辣鸡酱 这个菜的卖点是较辣的 所以加上去后,盖上去煮 大约3分钟左右,所有材料都软身和熟 可以加些芝士 如果加些芝士更加好 因为煮出来的效果会有拉丝 这个简单版的春砖拿炒鸡扒就完成了 加热点 好颜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